字幕 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EG 伊維特 又或者有時不名是魔女伊維特 如果我寫一些有關星座、心理測驗 一些新心靈的東西 就會叫做魔女伊維特 還有一些毛術等等 不過這條影片是講Akashi Record Akashi記錄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Akashi記錄 我會一會兒講 不過你會發現我舊過一條Akashi記錄的影片 是不見了 不過不用恐慌 因為我打算拍一條更新的 大家一直以來問我的很多問題 我這次就可以一次過在這條影片回答 希望這條影片幫到你們了解 和去決定做不做Akashi記錄 我呢 那時跟我的老師 即是很多老師都教這件事 跟我的老師學 那時就好像是他香港的 頭一班學生 當時還沒有很普及的 現在好像普及了少少 因為這樣多了幾班學生 那些人開始多了 然後就多了另外一些老師來香港教 那就多了少少人知道這件事 但如果你不知道的 我就告訴你 我用最簡單最耳鳴的方法告訴你 這個世界 有一層 你當是至高無上的那一層 就是有我們的 Masters teachers 或者你用中文 神 我就這樣會叫做神 我不想給名字 又或者一些 姿態規限 那件事 對 也是一個名字 如果你相信 這個世界是有一些 比我們更高更大的東西存在 又或者是有些 會給到方向 或者看著我們 日常生活 會給方向 導致我們的神 存在 那 你就可以繼續聽下去了 有些人問是否高我 是否高我 我覺得全部都只是一個名字 對 所以我就不會再執著在 什麼是 教授和教授 那裡 不過 可以講一些例子 有些人 他們是 會有一個 教授 一直看著他全世 幫他們開過幾次 錄像 都是同一個教授 那件事 有些人 就是會轉 所以這件事 沒有說是困難的 這件事 我只不過是 做中間人 我幫你 我也不知道會有誰 接通了 但是 如果 譬如我自己是 學 Akasha Record 那 譬如我想做這件事 譬如我想做音樂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開 Record 然後邀請音樂範疇的 Teachers 或者Master 來幫我這件事 但是 如果你是來找我做 Reading 去幫你看 譬如你的人生 一些 General的事 那 就未必是 specific 一個範疇裡面的Master 就應該是 看著你的案子 來幫你解答問題 居多 剛剛講的 子高無上那一層 住了我們Teachers 和Master 你當那裡 有一個很無限大的圖書館 裡面是記錄了 每一個人 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花草樹木 甚至乎是我現在大腿上的肥貓 那麼多那麼多細 做過的那麼多那麼多事情 每一個情緒 是沒有時間之分的 包括Future 的他 當然 那些Future 我們是Potential Futures 譬如現在這一刻的我 我選擇去拍這條片 還是我選擇去睡覺 都會製造了兩個不同的Future 出來 所以就是Based on你不同不同的選擇 就有很多個Potential Futures 那他們 是會看到所有Potential Futures 開了一個Record 請了一個Master 那究竟是做什麼呢 我就用一個最簡單易明的方法 告訴你 你當請了一個Uncle 和前輩 來和你吃個Tea 那你有什麼呢 你就趁著這個小時內 狂問吧 對了 我多數就是這樣 跟我的Client說 其實呢 就不是說一定要有什麼事 又或者是一定要有什麼問 才可以開Record 其實 你每天開都可以 你明白嗎 但是 譬如你們來找我 或者找其他Reader 你要付出那個時間 你要付出那個金錢 那你當然是儲了一些問題 才去問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 我不儲了 我就很想來問 不知為什麼 很想來約一下他 看看他有什麼說 都可以的 剛才說的就是 請他來 那我呢 就學了一個方法 去請他來的 那這個世界上呢 是譬如有些人呢 是他們會天生 就有一個靈力 就是接通了這個Arkasha 那一層的了 但是如果我們 想隨時隨地都要接通到 那就要學一些方法 那我就學了一個方法 我那一派呢 就是 用一個來自瑪雅的Sacred Prayer 那還有一些步驟 去接通那一層的 那接通了之後呢 其實你就當 Master 或者 Teacher 在這裏 那我呢 就是翻譯來的 那所以呢 是沒有東西上我身的 沒有東西上我身 沒有東西上我身 我要說三次 不是問米 不是通靈 對 就是沒有 沒有東西在我身上的 我會接收到他的訊息 然後我就直接拋回給你 那當然是用人類的語言 拋回給你啦 那他有時候給我的訊息呢 其實也是每一個Reader都不同的 我認識有些Reader呢 他們是要畫一些圖畫出來的 就是 呃 畫了這筆東西 你明不明白 對 就是每一個人接收訊息的方法都不同 可能有人會聽到聲音 但是我呢 就有點像是心靈感應的 譬如最簡單 他想叫你曬多點太陽 那我就是 曬多點太陽 就是 我是直接那一秒 我就知道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聽不到他的聲音 他會給我一些影像 我看也不奇怪 我都會直接描述給你聽 就算我明不明白那件事 我都會直接說給你聽 因為其實那些內容 不關我事的 對 那些內容是關你事 不關我事的 所以他給我什麼 我就會第一時間給你知 我剛剛在說 就是那些東西是不關我事的 那所以呢 那個過程呢 有點像 那些資料進了我 然後我告訴你 然後那些資料就會流走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跟你們說 你保持好你的錄音 對呀 那個Reading可以錄音 我說你保持好你的錄音 因為我之後呢 就很快就忘記了你的東西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第二、第三、四次來做Reading 你想上回提要一些東西 其實我是完全不會記得的 應該 那你就要你自己和你的Master上回提要 啊 上次你說什麼什麼 現在我又怎樣怎樣 我怎樣 九成以上都不會記得你的東西 你就自己好好記住了 有一次呢 有一個人做完Reading之後呢 他就發訊息給我 然後他就說 欸 今天呢 那個Reading呢 說 我那段關係呢 是不健康的 有毒素 就是對他不好的 這樣 他問我 是不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 做過Reading的時候 那些訊息就是來自我 譬如說 不要跟那個女生一起 這樣 然後我說 我連你下午問那些什麼 我都不知道 就是我都不記得 你現在問我是不是我個人意願 當然不是啦 其實每次做Reading之前 我都會說得很清楚 那些訊息不是我給你的 我一定不會給個人意見你的 如果你在看塔羅呢 我是看一些牌子有什麼說的 那我呢 有時候會看完那些牌子呢 我都會跟你說 撇除那些牌子 我就是這樣看的 有時候我忍不住 我都會說這些 但我一定會分清楚 不是那些牌子叫你 那些牌子叫你 那些牌子叫你 那些牌子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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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所以我要跟你說 那第一個 真的不關我 有時候 有時候我會問一下 我會幫忙問一下 當他叫你去歐洲走一圈 我會忍不住說 很貴的 我自己也會這樣幫你問一下 是這些無聊的事情 但其實整個reading 我都不會插嘴 我忍不住在玩他的手 那個玉球 如果你找我開Akasha Record 就是45分鐘問任何東西都可以 但我會在你來之前 傳一段東西給你 告訴你 我現在口說一次給你聽 最好不要當這個reading是一個占卜 這件事的原意也絕對不是一個占卜 如果你問他 我何時發達 我何時嫁 真問天子何時出現 其實你可以問這些 他沒有東西不准你問 但我不知道他會答什麼 這件事的原意其實是 給方向 給advice 就不是說說好給你聽 你的未來是怎樣怎樣 而且剛才也說過 你們的未來 是會因為你每一個不同的決定 而有不同的 他們有時候看到的 是potential future 他們有時候都會說 但是 絕對不是 你問所有關於未來的事情 他就一次過告訴你 你明年就加 你後年就生孩子 然後大後年你發達 不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視這件事為一個占卜 如果要占卜 就找我塔羅 這個reading的原意 不是去占卜 究竟是做什麼 除了我剛才說 拿advice guidance之外 就是那段時間之內 他會跟你說完所有 你現在這個stage 需要知道的事情 你問他 他會說 甚至乎是你沒有問他 他都會主動跟你說 你現在需要知道的事情 又就是說 如果你完結後 你才突然想起 哎 早知道剛才問什麼 那些 就應該是你不需要知道的事情 不然他自己都會主動告訴你 關於前世今生 有很多人都以為 Aculture Record 是用來看pastlife 有時候你的pastlife 的確會在reading裡面出現 他很多時候都會帶起 一些pastlife 是你現在需要知道 又或者是影響你現在這一世的 也有部分的人 主動問關於pastlife的事情 是得不到答案 其實你們問他些什麼 他會回答你什麼 我就真的不能告訴你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會回答什麼 不過我剛才不是說 他只會說一些 你現在需要知道的事情 給你知道的 包括前世今生的事情 如果你之前有一些pastlife 你是現在需要知道的 你不用問他 都會主動告訴你 但是有一些純粹好奇的問題 例如我上一世是什麼 又或者我有多少世 那些 他們都應該未必會回答 我記得我有時候 是會代他們說 你問他什麼 又或者是你沒有需要知道 就是會是這樣 或者你不是時候知道 有時候是有這樣的答案 話說是45分鐘 但是我發現有幾多人 是未到45分鐘 他們自己已經說要離開了 不是因為他不開心要離開 而是他覺得 他已經拿到他想要的答案 他也夠了自己繼續努力了 所以很多時候45分鐘未夠 就已經可以結束了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又不用說45分鐘 我要問爆他 其實你拿到你要拿的東西就可以了 另外 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時候會教你做一些事情 會有一些 可不可以叫儀式呢? 總之因應你不同的狀況 他們有時候會教你做一些事情 我都建議做了他 是對你有益的 首先你進來坐下來 我就會跟你聊兩句 然後我們就會做一個很短短的meditation 然後你回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記錄已經開了 那你到時就可以開始錄音 以及開始問任何事情 那那個reading的過程 其實都是好像這樣 就是我和你聊天 只不過是可能有時候 我會有些停頓位 又或者是我會插嘴 對,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插嘴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都是一個正常的 我和你一個對答聊天 而中間那段時間 是自由的 就是說 你趕過電話 你出去去廁所 你移動 是無所謂的 是casual 是free 你的record一直都是開著 直到我結束了 我說關掉才會關掉 所以就沒什麼很緊張 你就當是約了我 聊了一個聊天 只不過是我旁邊又多了一個人 去和你聊天 所以就沒什麼很緊張 你就當是約了我 聊了一個聊天 但是那個聊天 中間會有很多資料 對你有用 我想我都說得差不多了 來我開Akashi Record 你可以完全放心 我店鋪在一個 100%安全的地方 適宜做這件事 而開Akashi Record 都一定要在一個 完全愛的空間裡 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就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恐怖的事 或者我不知道 有很多人害怕是一些 有沒有鬼啊 對 總之我店鋪是安全的 就算你不是開Akashi Record 我店鋪也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對 因為一定要安全 才可以做到那麼多 例如其他魔法 做reading 等等的事情 如果你都想開Akashi Record 或者是做塔羅的reading 都可以Whatsapp97685388 97685388 這兩款reading 都可以在Online做的 如果是塔羅 我們方便 是Whatsapp 如果是Akashi Record 其實都是Whatsapp 但是Whatsapp封 我們是講電話做的 所以 海外的朋友 都可以 約時間做你的reading Whatsapp97685388 就是這樣啦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大家 拿到多些資料 去決定做不做 Kashi Record 又或者 有些人是完全沒有資料 不知道什麼事 只不過聽到 朋友的朋友的做過 就無緣無故約了我 但是 他來做完reading 才發現 原來我是時候要聽這些東西 對 如果你是時候要聽一些東西 你就會約了來 又或者 如果你是時候要聽一些東西 我也試過 知道有人很好奇很好奇 很想試 有些人是 所有不同種類的reading 都很想試 但是他就是約來約去 都約不到我 不知道一次又病了 一次又什麼事 就是硬是不成功的 你覺得自己是時候 你就約我吧 好啦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